疫情非常之严重 需要有这个基金去资助社会各界 不过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在这个300亿的基金里面 其实都很大部分是用了去支持一些企业 某些行业的包括饮食业、零售业 甚至也会去帮展览业、建造业等等 但是我们明白他们有很多行业是首当其冲 但是如果我们去给一些钱 那些企业的持牌人给了一些老板 其实有什么措施是确保那些无粮雇主 他可能都已经决定了执的了 你给了钱他就代完你的钱之后才执 那就是说你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的惩罚措施 就是说那些你真的想去支持企业 他是补到就业才行的 但是你去支持企业 他就没有补就业的时候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处理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雇主都是有粮雇主来的 香港 无粮雇主的数目真的不多 因为这么多年 我想我们大家不是这么理解 有粮雇主 已经很多无粮雇主 已经逼着工人放无身价 已经是在做的了 有些因为他营运有困难 的确他都要大家共度时间 努资双方协议 我们都明白 因为这些沙士时候都见过的了 没法治 但是营商环境如果差 雇主没理由继续请人 但是我们又不想那些大量裁员 那是不是你说 是没有任何惩罚措施的 就是他拿了你笔钱了 你撑了他了 他不去撑工人 是不是没有惩罚措施的 惩罚措施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都相信 大部分这些企业 都是想继续做生意 继续经营的 他不会为你那几万元 他又要收拾了个店铺 如果想走得做 为什么不做呢 一般是很多常识 现在香港营商环境的确是困难的 所以我们先舒缓了这个情况 纸了血线 希望能够停一停 让他不要即时结业 主席我认为你对人性 假设太过乐观了 你是应该要在 发放这些撑企业的资金的时候 是他要雇主作出一定的承诺才行的 如果不是就违反了 你补就业的原则的了 但是我们一定是会尽量 但是如果你没可能说 那头你几个月之后 不准结业 这件事有困难 要求有些放进去计划 实施监管也不容易的事来的 所以大家都明白 我们希望快点 这个计划急时雨 早点给得到 早点可以稳定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意思 主席我希望司长记住 我们不是要去 只是救老板 你是要救迈工人 你确保一些资源 落到他们那里 接着我第二个问题想问 可重用口罩的应用科技的 B5文件那里 就是说了执行的 就是创新科技处 和政策局就是创科局 我想问这八亿 去研发一些可重用口罩的科技 是不是只是由创科局 去自己负责研发呢 或者你这八亿 是港纳社会精英 是可以作出建议 这些科技 包括你选择之后 是协助他们去生产 或者是由你独家经营 请创科局长 多谢主席 多谢王议员的问题 我首先想说一下 创科局现在用的科技 不是单一的 我们用多种方案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靠大家一起合作才做到的 包括现在我们手环 那些东西都是这样 有很多东西 有些议员都帮忙想的 在这个重用口罩方面 都是这样做 我请我们的上臂 多数解释一下 其实他有一些想法 在上给简单介绍 多谢主席 简单来说 其实是议员说得对的 我们其实现在 都是接触着不同的机构 企业 看看是哪些科技 是可以即时应用到 当然科技是有很多 现在才开始做研发 都未必一定 讲得及 所以其实主要是 研究那个点 即时可以应用到的 要看到它 譬如说它是测试过 也都是可以量产等等的 我们现在都跟很多的机构 去到一起去探讨 工营的私营的都有 所以变成了我们在 现在这个阶段 暂时都很难可以 说实是用些什么 或者是否只是用一种 用一种如果它是量产不了 很多的 我可能要用很多种都不定 所以这个我们是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做研发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主要看下 怎样可以很快速地应用到 其实过往都有的 但是重要的就是 因为现在是材料 或者是等等这些都是很缺的 全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些 即时可以有一个这样的 比如数量 或者是可以即时是付诸执行的 所以在这里 我也都是坦白地承认 是有一定的难度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不过我们是预留了一个这样的钱 在这里 替我们继续努力在这一方面做这个公主 想跟进一下鑽石公主豪那里 虽然我听到有些议员说 是不是要资助他们回程的旅费那些呢 但是其实据我了解 船公司是承诺过那些旅客 稍后她的回程的费用 还有在医院的治疗费用 是他们会找数的 我希望政府就是帮忙去追这笔数而已 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确诊的人数 都有六十几宗 然后我也想政府讲清楚 我认识了食卫局局长或者入境处的同事 究竟那些亲密接触者 他们是厌过是阴性的 那那些能不能回来先 还有准不准他们下船 还有是不是继续要在陆上隔离 还是可以带他们回来呢 因为我收到的信息是非常混乱的 那些家属是非常关注的 还有一些就是 那些家属是不知道两老被人送去哪里 确诊那些 去哪间医院呢 他们的子女在香港联络不了他们的 那些老人家又不懂英文又不懂日文的 那些子女又不知道他们去哪间医院 我觉得最需要是政府除了找包机接触一些可以回来的人之外 那些留下了在日本的那些人 我们需要有人支援他们 他们有些连沟通都有困难 都不知道怎么沟通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湖北那边 湖北那边我们也知道 其实他们在武汉那边 我们驻武汉办事处同事都做得很辛苦 据我所知我跟他们沟通 他们只有六个人在那里 但是要应付二千多个香港人在湖北 做到气都咳 那我想马思长 你没有安排那些人手上去支援他们呢 简短回答 或者先先讲了 转石号先 Sophie 是不是可以回答 我想你真的很简短回答 总之说你会支持就可以了 你不要代答 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没有时间了 很重要的 很多家属在等着知道 陈局长 或者答一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讲到鑽石号那里 好 好的 其实鑽石公主号那里 其实我今早都已经说了 我们政府正在加紧安排 是未能够入住陆上检疫设施的香港居民的紧密接触者 当然是 那这些人士如果他们是 验了病毒的结果是阴性的话 和身体状况是适宜登基的话 我们都希望是尽快安排离开的 谢谢大家